丈夫经常不回家 妻子怀疑她在外面有了其他女人 你说我有情人 那我就是有情人了 咱们俩离婚吧 正当两人闹矛盾时 年轻女人找上家门 秦志勇国庆节是不是在你那儿 年轻女人坦诚道 她是在我那儿 但是我们不是情人 那么俩人究竟是什么关系 这个女人找上家门又有何目的 为爱离婚 《反遭剧》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 一个婚姻的质量怎么样 家庭是否幸福 关键是夫妻的相处之道 我们今天要讲的案件 就和夫妻关系有关 案件的男主人公叫秦志勇 是一家公司的老主 秦志勇和周爱萍已经结婚了十年 孩子也上了寄宿制的学校 秦志勇打理公司的事务 周爱萍是全职太太 平时在家忙孩子 孩子上学了就忙做家务 秦志勇因为生意需要 多年都没有和家人共同出行过 2016年的国庆节长假 秦志勇事先答应和周爱萍和孩子一起外出旅游 却没有想到 到最后旅游不但没有成型 夫妻间反倒发生了剧烈的争吵 并最终导致他们闹离婚 这对夫妻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近几年一到节假日 秦志勇就要去拜访客户 他的理由是 节假日好找人 由于丈夫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家 周爱萍自然也不好说什么 所以2016年 秦志勇答应和家里人一起过国庆节 周爱萍心里特别高兴 因为这是他们夫妻几年以来 第一次举家出行 他兴奋地早早就把外出的一切都安排好了 10月1日一早 秦志勇就起床了 周爱萍在睡梦中被惊醒 他对秦志勇说 出去带的东西我都已经收拾好了 你起来这么早干什么 秦志勇啊 突然用手拍着额头对他说 我忘了今天约好见个客户 我得到公司去准备材料 一听丈夫要变卦 周爱萍啊 立刻就不开心了 你的意思是不出去啦 秦志勇就安抚他说 你带孩子先出去 我办完事以后就赶去 于是周爱萍就带着孩子先坐飞机赶往了度假地 等周爱萍到达度假地之后 丈夫秦志勇却打电话告诉他 有事情要忙不能去度假 周爱萍听后气得挂断了电话 可之后丈夫竟然再也没有联系自己 丈夫一到节假日就去应酬 莫非有事情瞒着自己 到了晚上他给秦志勇打电话 想问问他到底还来不来 结果手机当中语音提示 不在服务区 周爱萍的心中瞬间闪过了无数个念头 都是秦志勇和女人在一起亲热的画面 周爱萍实在待不下去了 他和儿子说 家里有事要回去 就改签了机票 提前和孩子回到了家中 到了半夜时分 秦志勇浑身酒气回到了家 周爱萍生气地坐在沙发上在等他 一见面就质问道 你这几天到底在干什么 秦志勇就把外套扔在了沙发上 说我今天和客户酒喝多了 有啥话咱们明天再说 周爱萍立刻冲上去拦住他 你今天应该给我个说明 秦志勇看着他平静地说 我已经说清楚了 周爱萍突然感觉有点不对 他让秦志勇你张开嘴 然后他凑上去闻了闻 又拿起沙发上的衣服闻了闻 然后他断定 丈夫衣服上的酒是故意洒上去的 制造他已经喝多的假象 实际上他的嘴里并没有酒气 周爱萍就用手指着秦志勇怒道 秦志勇你别装了 你根本就没有喝酒 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 今天你到底干嘛去了 否则今晚别想好好睡觉 节假日人家都不过节 你哪有那么多的客户要见 你肯定是在外面有情人了 打着见客户的旗号去约会了 秦志勇听完以后 他看着周爱萍说 你说我有情人 那我就是有情人了 咱们俩离婚吧 你想好了以后告诉我 说完以后 秦志勇竟然摔门离家而去 丈夫离家不久 陌生女子竟然来到周爱萍家 说秦志勇经常去找她 周爱萍就讽刺道 我们还没有离婚 你就上门来逼宫 不料女子不仅没生气 反而提供一条重要信息 我哥叫林刚 周爱萍一听这个名字 脸色立刻变了 听到这个叫林刚的名字 周爱萍为何大惊失色 找上门来的女子 跟周爱萍的丈夫 又是什么关系 为爱离婚 反遭剧正在播出 政府难道真有情人了 而且自己一点破 他马上就要离婚 秦志勇一夜未归 第二天上午 周爱萍收到了一个陌生的短信 短信说 秦志勇近期情绪不对头 他今天下午想找周爱萍谈谈 周爱萍一看这个短信 马上就警觉了 这不是第三者主动叫板吗 他心里是又气又恨 想看看这个破坏自己家庭的第三者 到底是谁 当天下午 一个年轻的女人来到了秦志勇家 进门以后 他对周爱萍说 上午的短信就是我发的 周爱萍看他输了一条大辫子 穿着十分得体 除此以外 其他条件并不比自己好多少 就挑衅地问道 秦志勇情绪怎么不对头了 是不是因为你 那个年轻女人他没有回避 说确实是因为我 所以我才想找你谈一谈 周爱萍就讽刺道 我们还没有离婚 你就上门来逼宫 你是不是太急着嫁人了 那个年轻女人微微一笑说 你错了 我上门来是劝你们不要离婚的 周爱萍心里一愣 但是他不相信 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没安好心 他盯着这个女人 连珠炮似的发问道 秦志勇国庆节是不是在你那 以往的节假日是不是也在你那 年轻女人坦诚道 她是在我那 但是我们不是情人 周爱萍冷笑道 我见过不要脸的 但是没有见过你这么厚颜无耻的 一个大男人天天在你那 你却说两个人没有什么关系 你们两个人是圣人啊 那个年轻女人说 我叫林曼 她看到周爱萍听到这个名字 没有什么反应 她又接着说 我哥叫林刚 周爱萍一听到林刚两字 顿时惊慌失从 她记得林刚 几年前她与丈夫闹离婚 就跟这个叫林刚的人有关 那么林刚是什么人 周爱萍和丈夫秦志勇 为什么闹离婚 当时正是秦志勇公司创业的时候 她忙着忽视了妻子的存在 周爱萍啊 她无聊就在网上认识了林刚 两个人一聊天呢 还非常投机 于是他们就在网下约了见面 两个人相见恨晚 很快就成了情人 他们秘密交往了一段时间以后 都觉得对方就是自己理想的配偶 于是就商定 各自回家和自己的那个人离婚 很快 林刚就离了婚 而周爱萍也向秦志勇提出离婚 说孩子自己来抚养 秦志勇当时就懵了呀 问他为什么呀 咱们过得不是好好的吗 你怎么说离婚就离婚呢 周爱萍说 我在这个家感觉不到温暖 秦志勇啊 这才发现 由于自己勤于创业 没有顾及家庭 冷落了妻子和孩子 他就检讨自己说 我原来以为有了孩子 咱们夫妻二人呢 不用像以前谈恋爱那样 天天黏糊在一起 所以就没有顾及您的感受 那现在看在孩子的份上 他希望啊 周爱萍不要离婚 他愿意改正错误 但是周爱萍坚持要离婚 为什么 因为他和那个林刚两个人 都商量好了 可是秦志勇呢 他不同意离婚 他看到妻子这么坚持 他就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他就偷偷登陆了 妻子网上的聊天工具 结果发现他的情人林刚 秦志勇没有想到 自己创业这么艰辛 还有人在背后 跟自己夺妻争子 一气之下呀 他就带了一把刀 去找林刚算账 当时林曼正在劝自己的 哥哥林刚和嫂子复婚 而哥哥的婚外情人的丈夫 也就是秦志勇 竟然持刀上门来了 林曼看到这个情形啊 就上前把他们两个男人隔开 经过对秦志勇的反复劝说 秦志勇在当天没有动物 但是他要求林刚和周爱萍 立刻分手 夫妻这么一闹 周爱萍才发现 原来丈夫秦志勇如此在乎他们的婚姻 说明自己在丈夫心目中是有地位的 而林刚也没有想到 离婚竟然会引起轩然大波 如果不是妹妹林曼当时正好在自己的家 那说不定自己当天早就非死即伤 经过冷静的思考以后 林刚就对周爱萍表示 他不希望离婚给自己带来麻烦 周爱萍一看自己的情人退缩了 自己离婚也不会有归宿了 他就表示愿意和丈夫秦志勇和好 并且给丈夫一段时间以观后效 经过这次事件 秦志勇知错就改 即使自己工作再忙 也会抽时间关心照顾妻子周爱萍 两人的关系慢慢恢复正常 可是自从这次事件之后 秦志勇经常去找林曼 这又是为什么 秦志勇的公司生意是日益红火 他的社会地位和形象也得到了提升 这时他的眼界宽了 思想也发生了变化 他就觉得 自己在外面和家中的双重付出 没有得到妻子的暖心回报 他的思想上又开始不平衡了 妻子一方面背叛了自己 那另一方面 他对家庭的财富又没有多大的贡献 所以秦志勇越想越觉得自己是什么 是好汉没好期 就是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 他想起了林曼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林曼是心理咨询师 在周爱平和秦志勇闹离婚的那个时候 为了不让秦志勇走极端 他曾经多次给秦志勇做心理咨询 使他摆脱了和林刚同归于尽的愚蠢念头 从那以后 不管是公司经营出现问题 还是家庭夫妻矛盾 秦志勇都去找林曼做心理咨询 为了不影响林曼心理咨询室的正常工作 他还经常利用节假日 去林曼那做心理咨询 而在自己的家中 他骗妻子说 自己工作忙 这一次的国庆节 实际上就是那天早上 他突然又要去找林曼做心理咨询 经过那几天的咨询 林曼觉得秦志勇精神上有些偏执 自己应该找周爱平说清楚 他的精神状况 于是他就给周爱平发了 要上门来的短信 林曼解释完以后 他说自己和秦志勇 就是客户关系 周爱平仍然不相信 你们孤男寡女 几年来连节假日都在一起 谁敢说你们没有问题 我必须当面向秦志勇问清楚 林曼走了以后 周爱平内心确信 秦志勇肯定是背叛了他们的婚姻 秦志勇回到了家中 周爱平对他说 你情人已经上门来逼我让位了 秦志勇淡淡一笑 问道谁啊 周爱平双眼直视 秦志勇临曼 你几年节假日都和他在一起 你敢说你们没有关系 秦志勇告诉他 我们是客户关系 不是情人关系 周爱平撇了撇嘴 你们俩是不是商量好了 都用这样的理由来骗我 秦志勇说 信不信有你 人家有丈夫 再说咱们要离婚了 你现在问这个还有什么意义 周爱平说 当然有意义了 你和他好才提出离婚 并且几年来 你们非法同居在一起 你如果要离婚 就要净身出户 秦志勇听了以后啊 马上说 这些都是你的猜想 你不要污蔑别人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咱们离婚 孩子可以归你抚养 财产也可以平等分割 但是我和林曼是清白的 如果你要谈什么过错 你最好想一想 你自己干的事 说完以后啊 秦志勇起身就走了 几天后 周爱平在家里 没等到丈夫回心转意 却等到了法院 快递来的 丈夫起诉离婚的诉讼文书 秦志勇在诉状中 起诉的离婚理由 竟然是周爱平 2010年时的婚外情 说他的婚外情 导致夫妻感情破裂 要求法院判决他们离婚 孩子自己抚养 财产根据取得和贡献 进行分割 他要求分得60% 周爱平没办法呀 只好应诉 他就聘请律师写了答辩状 称自己早已经和秦志勇和好 夫妻多年来感情融洽 秦志勇现在提出离婚 是因为他自己有了婚外情 要求认定 秦志勇在婚姻当中有过错 驳回他的诉讼请求 周爱平与秦志勇对离婚原因各执一词 法院最终调解吴国 准与二人离婚 原本对婚姻还抱有一丝希望的周爱平 失望至极 协议办理离婚登记手续 离婚后的秦志勇一身轻松 去找林曼求爱 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 我不希望你妻离子善以后 成为孤家寡人 秦志勇这才明白 自己即使离婚抛祖 也不可能得到林曼的爱 最后秦志勇妻离子善 也没能和林曼在一块 那么接下来他会怎么办呢 为爱离婚反遭拒 正在不出 不久 法院决定对他们双方离婚案件 进行一次谈话 实际上是什么 就是开听审理前 看一看能否给他们调解 面对双方对于离婚与否的各执一词 并且看到双方都说对方有过错 调解法官就给他们解释了 什么叫婚姻中的过错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焦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婚姻过错是指婚姻中出的错误 婚姻过错方认定 根据我国婚姻法第46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 导致离婚的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一 重婚的 二 有配偶与他人同居的 三 实时家庭暴力的 四 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根据这个规定就婚姻过错而言 重婚关键要核实 对外他们是不是以夫妻名义 在同居 如果不以夫妻名义的同居 不能认定为重婚 即使有了非婚生子 也难以认定为重婚 那么第二种情形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掌握的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是否与持续稳定的状况 共同在一起生活 第三种情形 实施家庭暴力的 实践当中一般是经常性的行为 冷暴力就是不说话 天天对你冷淡 目前还不属于法律认可的暴力行为 那么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通常要情节严重 因此根据法律的规定 我们不难得出结论 原告秦志勇和被告周爱平 他们两人说的 对方在婚姻中的过错 都不能成立 所以我们结论是 婚姻过错 一定要情形法定 就是我前面讲的那几种情形 除此之外 原则上都是不能认定的 那么法官在释法以后 就告诉原告秦志勇 离婚是有条件的 法院不能因为夫妻吵架就判离婚 还要对家庭这个社会的细胞来负责任 秦志勇听了以后不为之所动 他仍然坚持离婚 法官调解无果 原本对婚姻还抱有一丝希望的周爱平 失望至极 在走出法庭以后 他叫住了秦志勇 长参了一口气说道 既然你那么想离婚 孩子由我抚养 明天咱们去民政局协议办理离婚登记手续 秦志勇虽然对周爱平的转变有些吃惊 但他还是如愿以偿的和周爱平 在民政局办了离婚登记手续 然后他又到法院撤了诉 离婚后的秦志勇很开心 心想着终于可以和林曼在一块了 可林曼并不承认自己和秦志勇是情人关系 那么秦志勇和林曼之间 到底有没有不正当的关系呢 如果没有 秦志勇为什么那么果断坚决地 要和妻子离婚 原来当年秦志勇因为生产经营 或者夫妻矛盾等心理问题 多次去找林曼咨询的时候 他对林曼精心的心理疏导 已经产生了依赖性 就像西大阴上瘾了一样 秦志勇也离不开了林曼 后来他察觉自己从内心爱上了林曼 因此他在去林曼心理咨询室 进行咨询的时候 常常会带上鲜花 并且委婉地向林曼表达了自己对他的爱意 林曼作为心理咨询师 他早已经看透秦志勇的想法 林曼虽然性格温柔 但是他对秦志勇的求爱 态度却是十分鲜明 但是秦志勇感情上对林曼 还是难以割舍 他说你的温柔我无法抵挡 林曼就笑着说 我对每个客人都是这样 你想的太多了 秦志勇仍然不想放弃 他说我是你的客人 经常来做咨询你不反对吧 于是秦志勇就经常到林曼的心理咨询室 来进行咨询 即便是节假日也如此 而林曼则按正常的收费标准进行收费 秦志勇感觉到和林曼在一起的时候 他心里轻松 所以他就找各种理由向他咨询 林曼常常有意提醒他 我有丈夫和孩子 我的生活很幸福 如果你听我的话 也会走上这样的幸福之路 但是 秦志勇是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他国庆节不和周爱萍及家人出行 偏偏去找林曼去诉说自己内心的郁闷 秦志勇拿到离婚证以后 就来到了林曼的心理咨询室 告诉他自己已经和妻子离婚了 林曼看完他的离婚证以后 难过地说 我给你做的那么多咨询都白做了 你只想着自己的委屈 有没有想到过周爱萍的委屈 孩子的心理感受 秦志勇听了以后 沉默不语 林曼又说 我作为心理咨询师 虽然不是万能的 但是我不希望 你妻离子善以后 成为孤家寡人 秦志勇这才明白 自己即使离婚抛子 也不可能得到林曼的爱 他不禁开始反思 自己的行为 秦志勇听了林曼这番 语重心长的话 思想上再也没有了 离婚后的解放感 反倒有了很强的负罪感 离开林曼的咨询室以后 秦志勇回忆了前前后后的经历 妻子周爱萍之前确实犯过错 但是已经改正了 这次是自己痴迷于林曼的温柔体贴 从而破坏了自己原本幸福的家庭 想到这些 秦志勇后悔自己当初选择离婚 那么接下来 秦志勇会怎么办 秦志勇因为他是个明白事理的人 想通了以后 他悔之不及 他决心要弥补自己的过错 主动向前妻周爱萍赔礼道歉 于是他就买了一大束玫瑰 登门向周爱萍赔礼道歉 周爱萍开门看到 刚离婚就带着鲜花上门的秦志勇 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 他婚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秦志勇就坦诚地讲了 自己的心理演变过程 承认了自己自私 没有听取林曼的忠告 现在经过思考 已经大彻大悟 他希望周爱萍能够理解他 能够原谅他 双方共同维系 这来之不易的婚姻和家庭幸福 今后自己会全身心地 对待妻子和家庭 希望周爱萍能给他一次机会 周爱萍听了以后 热泪盈眶 他也坦诚地告诉秦志勇 过去自己有错在先 心里一直有愧疚感 心里面的压力也非常大 两个人一离婚 他的心里反而也轻松了 现在他们两个人可以在一起 要不要办扶婚手续 再等等看 秦志勇的性格 实际上是个固执狂 他就说了 一定要先办扶婚手续 我对你不好了 你可以提出来离婚 到那个时候 我的财产是你的 孩子也有你抚养 我二话不说 就这样 秦志勇和周爱萍 两个人又破镜重圆 观众朋友 秦志勇的故事说明 夫妻在共同生活的过程中 都可能遇到这样 或者那样的问题 重要的是面对问题 做出怎样的选择 组成一个家庭不容易 拆散了 却是分分秒秒 别总是想着这山望着那山高 脚踏实地 过好日子才是真的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要了解更多的法律资讯 欢迎关注栏目公众号 再见 女子与男同事在房间内热聊 却不想男友突然出现 醋意大发 许燕 我知道你在里边 赶快给我开门 情急之下 女子让男同事躲到了阳台上 不料失足坠楼 村墙趴在地上 身下留着一滩血 她的男友是否该为男子的死亡 承担法律责任 三人之间到底有何纠缺 阳台上的阴影下期播出